美朝两国首脑坐着狭小的逃生枪逃出生天 美国总统要给白宫打电话 却不知道白宫的号码 委员长拿过电话快速拨通 看着美国总统诧异的眼神 委员长说 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 这奇怪吗 哈喽大家好 解析深度分享经典 老师说电影带给您最有营养的影子佳作 如果喜欢请给老少一些鼓励吧 关注点赞分享并参与评论哦 节目开头的片段来自于韩国最新出品的票房大片 铁语二首脑峰会 核手不铁语一样 影片大胆假设了朝核危机背景下 南北两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一触激发的战争危机 很多影迷认为二拍的不如一 也许听过老少的解读 您的看法有稍稍的改变也不一定哦 故事的背景假设是半岛核坛取得实质性进展 朝鲜同意在签订和平条约与美国建交的前提下 让美国运走现有的所有核武器 而恰在此时 美国日本要在我国的钓鱼岛东部海域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并要求韩国作为同盟国参加演习 这相当于对中国发起了严重的军事挑衅 一向努力寻求平衡关系的韩国当然不想参加 我们看到在铁语一中扮演朝鲜特工的郑宇胜 在铁语二中扮演了韩国总统 因为片中总统恰好姓韩 我们就叫他韩总统 导演安排演员角色有深刻的用意 节目最后老少为大家揭晓 此时的日本国内有一个大财团支持的极右势力 不愿意总被美国当枪使 他们准备挑起日韩战争 收复主导控制整个半岛与美国对立 为此他们用5亿美金收买了朝鲜军队中的关键人物 因为韩总统拒绝参加美日韩军事演习 美国总统思慕 使性子推延了原定的韩美朝三国首脑峰会 这对极度渴望实现半岛和平的韩总统 可是很大的打击 在家里 韩总统拿着68年前的停战协议陷入了深思 第一夫人故意嘲讽韩总统 协议上怎么没有我们的签字 夫人说的没错 1953年的朝鲜半岛停战协议 只有中美朝三方的签字 但南韩没有签字的原因 是当时的李承晚政权拒绝签字 并不是片中韩总统可怜巴巴说的 没有资格签字 韩总统请政府要员一起早餐商谈国事 恰好总统女儿要零钱 因为总统一时拿不出 安防长官掏出了一张钞票为总统解围 不料第一夫人迅速夺过钞票 还给了安防长官 对女儿说 你爸爸会因此被判受贿罪 影片用这个细节讽刺性地表达了 韩国总统是世界上最高威的职业 在重大压力下 韩总统同意了参加美日韩军演 很快美方确定了峰会的日期和地点 韩总统一块石头落地 带着下属到餐馆用餐 因为郑宇胜扮演的韩总统 风度翩翩十分亲民 韩国民众发起了请愿活动 呼吁郑宇胜参选下一任总统 因为朝鲜为和平协议做出了重大让步 峰会地点选定在朝鲜东部沿海城市 圆山 两股台风从南北两个方向袭来 预示着峰会将有大戏盛演 圆山的机场休息室 年轻帅气的朝鲜委员长出场 他很硬气地对韩总统说 你们不允许室内吸烟 在我的地盘我就抽一只了 韩总统只能陪笑 影片用香烟暗喻了朝鲜的核武器 韩国当然没有脾气 委员长透露 朝鲜国内并不是都赞成和平协议 请大家注意 韩总统的着装 与2018年韩朝首脑会晤时 文在寅总统的着装一模一样 美国总统斯牧来了 他走出机舱的挥手动作 和之后出镜时讲话的表情动作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川普总统 美日韩首脑峰会正式开始 斯牧总统首先提出 先把核武器全部运走再签协议 委员长坚持必须先签协议 建立外交关系 再交出核武器 面对斯牧总统的傲慢和奚落 愤怒的委员长掏出了香烟 美国总统傲慢地阻止 这里不能吸烟 请你忍一忍 如果你明白香烟暗喻了核武器 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 别急 核武器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峰会在法克法克的友好问候声中 尴尬地结束 韩总统只好跟着斯牧总统屁股后面 恳求着他让步 斯牧总统却是自顾自地蹲厕所吃东西 除了拉就是吃 根本不考虑韩总统的提议 最后还把一个甜甜圈硬塞到他手里 我们都知道甜甜圈代表着美国文化 影片用这种形式 嘲讽了美国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 铁语一中扮演了韩国情报人员的郭篤元 在铁语二中变成了朝鲜护卫部队总督长强硬朴 强硬朴是坚决反对和谈的强硬派 他一枪击毙军中元老 威胁军队大佬们支持他的行动 在三方首脑下榻的酒店 强硬朴带领防卫部队突袭绑架了三国首脑 并把他们押进了白头山号核潜艇 强硬朴发动政变成为了政变朴 舰长是政变朴早已安排好的自己人 面对作战经验丰富的副舰长 政变朴也多加了一份小心 他命令副舰长将三位首脑压结进狭小的舰长室 然后命令舰长朝目标海域前进 至于目标海域在哪里很快就有揭晓 几乎所有美国总统落难的影片 副总统都会暗自得意 这样副总统就可以直接行使总统职权 副总统提议炸毁朝鲜与临近大国的桥梁 实现战略上的领先 完全不考虑被网架美国人的生命安全 当然副总统就盼着总统以身殉国呢不是 此时的核潜艇内 斯牧总统被政变朴注射了药物 嘻嘻哈哈的说出了阴谋挑起中日战争的英武者计划 要醒了后斯牧还是夸夸其谈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韩总统终于鼓足勇气怒怼美国总统 总统先生 美国从诞生那天起 作为第一个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就很伟大 美国的伟大来自于他所诞生的伟大思想 而不是武力 韩总统的意思实际是 美国的伟大跟你没有毛关系 也许是这句口号天生的纰漏 说不定也是这部电影的关系 川普总统竞选连任的口号已经改为 让美国继续伟大 蒙圈的斯牧总统根本听不懂 韩总统无助地看着委员长 希望委员长帮他翻译 委员长轻蔑地说 你们那么西话 连英语都不会出荷 这是对韩国的西方输入式教育的一个讽刺 美国方面决定发射 携带常规弹头的洲际导弹 炸毁朝鲜与乡邻大国的桥梁 命令发出前 特别和周边所有大国打了招呼 但是对韩国却是在爆炸后 简单地通知了一下 韩国主持工作的总理向美国提出了抗议 也表明了韩国人对自己在半岛局势中位置的认知 洲际导弹的发射让被绑架的三国首脑极为震惊 郑变嫖也愤怒地用枪顶着斯牧总统的脑门 逼迫他给国内下令停止任何形式的攻击行动 面对已经被控制的三国元首 郑变嫖讲出了他的所谓爱国行动 但他没注意到 韩总统暗地打开了舰长式向全舰广播的按钮 郑变嫖命令潜艇奔赴的目标是日韩争议的主导 他接受了日本极右翼5亿美金 要执行主导营武者计划 即主动攻击日本潜艇嫁祸给韩国 挑起日韩战争打破美日韩三国同盟 最终达到日本收复主导朝鲜背后出击统一半岛的目的 之后日朝联手东北亚各国抗衡美国 政变阴谋被广播传送到潜艇内各个角落 终于委员长的副舰长和一众士兵开始表现出不满 舰长室内斯牧总统又开始责怪委员长 都怪你磨磨叽叽瞎算计 你要痛快签了咱不就没事了 委员长更来气 我们在这儿都是因为美国狭隘的狂妄 没两回合两位首脑又开始法科有法科有的骂了起来 韩总统只好大声的叫停 委员长气哼哼的掏出了香烟点着了一根 斯牧总统急忙阻拦 这儿不能吸烟吸烟会损害你的身体 委员长很强烟 这是我的前提我就想抽一根 斯牧总统一根也不行 你不掐灭是吧 我敞开门来一炮大号看谁更厉害 想给你来个警告 小房间内的空气顿时硝烟弥漫令人窒息 韩总统只好冲上前夺下委员长的香烟掐灭 然后抱怨说一个从上一个从下 我他妈家在中间活受罪啊 这段表面上纯属恶搞的情节 因为香烟和臭屁的隐喻 使影片的喜剧格调大大提高 委员长的核弹固然厉害 但和美国的比起来确实还逊色不少 而家在核威胁中间的韩国确实是相当的难受 终于领袖的副舰长带领士兵 准备解救委员长 随着潜艇士兵们对正电部队发动攻击 副舰长从机舱潜入到舰长室 带领三位首脑来到紧急逃生门 得知逃生舱只能容下两个人 斯牧总统大方的说 你们俩谁愿意跟我走 关键时刻韩总统本着和平大局 主动留了下来 因为两位首脑逃出生天 斯牧总统电话打到白宫 朝鲜潜艇要冒充韩国攻击日本潜艇的阴谋被公开 日本发现极右翼团体的阴谋 立刻出动海上自卫队 要坚决击沉朝鲜潜艇 白宫接到总统命令 如果战事升级不要帮助日本 韩国为防止日本趁机拿下主岛 也紧急调动潜艇部队 冒着台风出动的日本侦察机 投下了声波定位仪 移动声纳仪 发现朝鲜潜艇行踪后 立刻展开了空中打击 此时的朝鲜潜艇内生死关头 只好启用精通潜艇作战的副舰长指挥作战 副舰长熟练的指挥潜艇 在水下移动发射干扰鱼雷 丧心病狂的郑便嫖 最终决定向主岛海域发射核弹 英勇的韩总统手握手榴弹 威胁他要同归于尽 郑便嫖毫不犹豫一枪打中韩总统的肩膀 韩总统也没敢引爆手榴弹 关键时刻 副舰长带人冲进了作战室 击毙了郑便嫖 在副舰长的指挥下白头山号成功躲过了日本潜艇的追击 向韩国海军喊话后 白头山核潜艇浮出了水面 韩总统看到清晨的主岛美丽的角色 台风横扫过半岛向大洋身处而去 主导这次事件的日本极右翼团伙负责人被暗杀 四部总统和委员长顺利签署了2021和平协议 无奈的是协议上依然没有韩国的签名 韩总统依然是抗坷 这是一个绝佳的结尾 生动地表达了在半岛诡谀多变的形式中 韩国轻微的话语权 郑宇胜和郭杜源两个主角 在一二两部影片中南北身份的调换 暗中表达的导演郭宇硕的想法 即使南北人物一直在变换 但南北关系却一直不会改善 总的来说大量的隐喻 政治恶搞和后半小时的潜艇海战 已经成为本片的最大亮点 老少倒是觉得单从娱乐性上 铁语二已经超越铁语一 这期的老少说电影就到这里 解析深度分享经典 如果喜欢老少的讲解和推荐 请给老少一些鼓励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留下您的感想和意见 老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